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收听 最近以来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个主题 中东的戏剧 那今天还是继续这个中东的戏剧的探讨 在过去的几天节目时间里头 我跟你分享过几个有关的事 我再简略的跟你温习一点 第一 救蜀是神戏剧当中主要的部分 那都是在中东这个舞台上上演的 而其中最具有意义的那几幕 这是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周围的中山的一个小舞台上上演的 而这个小舞台啊 直径大概只有八到九公里那么一块小小的地方 第二 神在本世纪再度的布置这一个舞台 为了上演最初戏的最后一幕 那主要就是借着以色列的复国来表现出来的 第三 以色列复国是神向列国树立的大旗 吸引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注意 并且向列国要传达一个信息 第四 神所树立的旗有双重的信息 这旗就是指以色列的复国 那首先这个信息是关于神的话语 也就是神的话 圣经是真实的 又是切合时需的 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第二 他关于神的约 告诉我们 神是守约的神 神特别守他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立的约 给他们迦南地作为永久的产业 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了 他早就很详细 而且准确的写下了本世纪 在中东要发生的这一幕剧 以色列人的先知告诉我们 不少生动而美丽的文字图画 让我们知道 以色列怎么样在历史当中有复国的事情 好 今天呢 我要跟你来分享两幅图画 那这是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复国 所发出的预言的图画 头一幅图画 耶利米让我们看见的图画是 在耶利米书的第十六章 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 那经文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 从北方之地 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耶和华说 我要照许多打鱼的 把以色列人打上来 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 从各山上 各港上 各石穴中 猎取他们 你看呢 神在这里预告将会有第二次的出埃及了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 只是离开一个国家 就是埃及这个国家 他们是在一位伟大的领袖摩西的领导底下 带领底下 离开了埃及的 在此后的三千五百年当中啊 以色列人 无论是分散到什么地方 都会纪念这一年一度的节旗的 那就是逾越节 他们把这一次的出埃及 看为是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啊 而出埃及所带来的结果 是使得以色列人 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国家 那然而 他们当中的一个先知耶利米 却告诉我们一些很惊异的事情 说啊 是将来必会有第二次的出埃及 那比第一次的出埃及呢 就更具有戏剧性了 而这一次出埃及呢 会使以色列人呢 忘记了头一次的出埃及 这次所离开的 不是埃及一个国家 而是世界 或者说全球 那这样的说法 对犹太人来说啊 好像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很难忘记 这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啊 这个节日 所有的犹太人 都会永远记住的 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一个最盛大的节气啊 是世世代代相传的 然而 他们的先知耶利米 就是这样的告诉他们 说 有另外一次的出埃及 掩盖和取代了 头一次的出埃及 而这一次呢 是包括了全球性的 神啊 要接他的子民 从被放逐的各国 各地各方 特别是北方 那北方指的是哪呢 主要是指德国啦 波兰啦 苏联东欧啦 现在苏联已经没有了啊 是俄国了 啊 东欧是存在的 还有等等其他的各方 从这些地方释放出来 重新的归回到 以色列的本土 那第二 耶利米指出了 神会使用打鱼的 和打猎的方法 促成这一次的出埃及 那么我们来看看 渔夫的特征 那就是用鱼耳 去引诱鱼上吊 那然后我们就得到了鱼 但是猎人呢 这是令猎物感觉的惊慌 把他们呢 啊 赶出来 然后从背后啊 来获取他们 我们可以把这些应用在 现在的历史上 特别是德国从1930年到1945年的 这一段期间当中啊 耶利米先知 所描述的和预告的 丝毫不差的 全数都应验了 谁是渔夫呢 就是当时西安的居民 一些住在巴勒斯坦地的 犹太团体发起的 他们向德国的犹太人 发出呼吁 又劝告在欧洲 其他国家的同胞 对他们说 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 而不会好转的 不久将会有可怕的逼迫 因此 他们必须要找机会 回到自己的乡徒 以色列地方来 但是很可惜啊 德国和欧洲 其他些国家的犹太人 对到西安的渔夫 并没有反应啊 那么他们忽略了 这些人的警告 拒绝他们的邀请 所以神不得不用猎人了 猎人又是谁呢 那就是希特勒 和他的亲信 他们所作所为 恰好就像耶利米所预言的 他们在各山上 各港上 各洞穴里头 列取以色列人啊 这些并不是一些 象征式的文字啊 那是真实的 如耶利米所描述的 耶利米这番话呢 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 二千多年讲的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 我们怎么能够否认 圣经不是由神的灵 感动而写成的呢 那现在我们看看 耶利米所描绘的 另外一个图画 和一些文字了 我把它称为是 陶匠制造器皿的比喻 在耶利米书的十八章 第一节到六节 一到六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起来 下到姚匠的家里去 我在那里 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姚匠的家里去 正与他转轮做器皿 姚匠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又用这泥 另做别的器皿 姚匠看怎样好 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 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这姚匠弄泥吗 以色列家 泥在姚匠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好了 我希望你留意最后这一句 你在姚匠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姚匠制作器皿的过程 是这样的 他首先把一块松软的泥 放在手中 然后就踩动踏板 使这个器具啊 或者说器皿 这个轮子开始转动 当轮子快速转动的时候 姚匠就手中拿着那块泥啊 又软又湿的泥啊 放在轮子上面 接着轮子转动而产生的压力 去制造成他心目当中 想要的一种器皿 因此呢 那个原则就是在压力 就是用压力啊 去造就一些他想要得到的形态的器皿 神对以色列人说 起先神是想魔造他们 可是做不成器皿损坏了 然而神并没有抛弃他们呢 神忍耐的说 我会再魔造的 而这次呢 我要造成我想要得到的器皿了 耶利米不但讲出了这个原则 他更给了一个很特别的预告 他说 以色列就是那器皿 而神就是姚将 头一次 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 可是不成功啊 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啊 神等待第二次的机会 要再次的魔造 另外一个更好 更合他心意的器皿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样了 神对待以色列 就是应用这个原则的 像姚将制造器皿一样的 用压力去魔造他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啊 以色列不断的受到种种的压力 经济上的 军事上的 心理上的 政治上的 灵性上的 种种的打击啊 那到底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那事实上 没有一件事 是会偶然发生的 神正在动工 再次的魔造他的子民 要他们成为 神心目中最好的子民 神所用的方法就是 加压力 再没有别的国家 像以色列那样 从立国到现在 是连续不断的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的 那最后 让我提醒 所有属神的人 神其实不单是用这种方法去对待以色列 神更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的每一个儿女 也就是说对于在每一个属他的人 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加上压力 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合用的器皿 这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 在所有相信他的人身上 包括了你和我身上的一个美意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在下次我们将继续来探讨中东戏剧这个话题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